Hello 歡迎收看 公民釘 在上一支影片我們介紹了血清 其中又分成直系血清和螃蟹血清 但是我們卻發現那個圖上的神神和遺障好可憐喔 沒有辦法被分類 神神很重要耶 你存在我神神的腦海裡 喔好走音了對不起 總之天啊原來他們就是歸類為姻親啊 所謂的姻親就是因為婚姻存序而產生的關係 這句話有點難懂我們回來看一下這張圖 家豪跟叔叔和阿姨都是螃蟹血清 但是要不是神神跟叔叔結婚 還有遺障跟阿姨結婚 那麼神神跟遺障是不是就不會跟家豪任何關係呢 也因此我們把這種因為婚姻存在才有的親屬關係 稱為姻親 姻親又有三種 有沒有覺得三種三種又三種天天崩潰送三種的感覺呢 好的不管姻親分成血清的配偶 配偶的血清 配偶的血清的配偶 哎呦跟他繞口令耶 不用怕 這些東西就跟他字面意思一模模一樣樣 我們從血清的配偶開始吧 比如說家豪是爸媽媽的血清 如果家豪跟他的愛玲結婚的就是配偶 那麼家豪的愛玲對家豪的父母而言就是血清的配偶 我們來看看第二種配偶的血清吧 爸爸是媽媽的配偶 阿公阿嬤又是爸爸的直系血清 所以說我的阿公阿嬤就是媽媽的姻親 因為是跟爸爸結了婚才和他們發生關係的 而媽媽就要叫爸爸的父母為公公和婆婆 除此之外 爸爸和這些人也是血清 不論是旁系或直系血清 因此現在看到綠色顏色的這些人 也是屬於媽媽的姻親 也就是配偶的血清囉 另外還有一種是配偶的血清的配偶 直接來看看例子吧 嬸嬸跟媽媽的關係就是配偶的血清的配偶 因為爸爸是媽媽的配偶 淑熊是爸爸的血清 嬸嬸是叔叔的配偶 因此嬸嬸對於媽媽而言就是配偶的血清的配偶 看起來很複雜 但是多切幾段切切切切就不複雜了吧 我們又把這種兄弟的妻子之間的關係稱為軸理 爸爸和叔叔是兄弟 所以嬸嬸和媽媽就是這位兄弟的夫妻被稱為軸理 爸爸和姨丈的關係也是 媽媽是爸爸的配偶 阿姨是媽媽的姐妹 所以是血清 姨丈又是阿姨的配偶 所以說爸爸和姨丈之間的關係 就叫做配偶的血清的配偶 我們又特別把這種姐妹的丈夫之間的關係稱為聯金 以上就是三種陰親的類型 但是如果我們有血清的配偶 配偶的血清 配偶的血清的配偶 那麼有沒有血清配偶的血清呢? 這個答案是有 但是它不被民法歸類為陰親 我們先來看看血清的配偶的血清在哪裡吧 最常見的例子就是你的阿公阿嬤和外公外婆親的關係 這種關係又被稱為親家 我們從阿公阿嬤這邊出發吧 爸爸是阿公阿嬤的直系血清 媽媽是爸爸的配偶 外公外婆又是媽媽的直系血清 所以說你的外公外婆就是你阿公阿嬤的血清的配偶的血清 但是為什麼這樣子看起來很親近的關係不被歸類為親屬呢? 這個其實我們有找到很確定的理由 但是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這群人原本是同一個家庭 這群人原本也是同一個家庭 如果今天爸爸媽媽認識結婚了 我想你的阿公阿嬤和你的外公外婆 應該也不太可能住在一起 不然如果今天 沈神和叔叔結婚了 沈神也有自己原本的家庭 那麼阿公阿嬤是要去跟誰住呢? 最後通常就是留在自己家裡 而不太會有可能組成家庭 所以我們說血清的配偶的血清 並不屬於姻親 所以他就不是親屬團體的一種囉 當然這個理由是我自己想的 如果你有更好的理由 也歡迎分享給我們知道喔 今天的公民丁就到這邊 以上在這影片我們介紹了家庭的組成 接下來我們會繼續介紹家庭的型態與變遷 大家繼續收看喔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一定要到Facebook幫粉專按讚 還有到YouTube訂閱頻道 在影片下方的更多資訊可以找到 或者直接搜尋公民丁 將來影片分享平台也可以喔 公民丁我們再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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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